大家好我是勇敢大林 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 已经是我和我爸第2次折腾我这个拖挂房车 今天早上弄了一次你们视频也看到了 下午呢又收到了一个通知来了一个工作组的 领导 说我这房车呀放在停车位也不行 让我再找地方 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想跟他争论一番 算了吧毕竟是墨河争创卫生文明城市 咱们的作为墨河的市民呢 别说了 积极配合吧 这份荣誉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但是说实话心里面 挺不得劲的 跑这些 责任跟 道理就作为普通老百姓生活在墨河的人 今天这么冷我跟我爹这一天啥也没干的折腾来折腾去 你说这一个拖挂房车咱们是正规买的手续 然后呢 也有行驶证 也符合相关 这个要求 他跟普通车辆没有任何区别啊 咱们就放在停车为他能咋的呢 他也不丑啊 本身是个旅游城市你多元化的旅游资源跟旅游设备 还能凸显他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包容以及 现代化的文明和国际化啊对不对 看着也不难看了另外你说阿林在墨河市开旅游公司 多少也是纳税人也是纳税企业 公司门前没有停车位 行咱们 咱们 抛开工 从私而讲 那么我把车放在我家小区公共停车位 按位置挺好 这也不算影响使用咱也不是僵尸车你说是不是 立场上咱们是一定要 争取把墨河 这次卫生文明是城市的 征创进一份力但是你从个人老百姓 冬天的你说你要么就早说 趁早你这 线线照线上要线扎尔的眼 一句话呀老百姓觉得跑断头 给你们发到牢骚 心里痛快痛快 很多老鼠人了解我我一旦是 现实中说这个问题的可能就麻烦了因为我这 我这个人的一不说就拉倒一说的话总要争取一个对与错了 随着年龄大了 行了人了吧也没有那么多对错是非了 我爸都没抱怨呢我也没抱怨 我更不能抱怨了 费点事费点事吧 好在那个啥家里面亲亲多 我现在跟我爸已经把第一辆脱化房这个放到那个 大院里面了 这事情也是麻烦 一个人整这么长脱化 你这是麻烦头大为什么这么多脱化呢我就不一说了啊 那公司开始的时候呢 车也多 每个车都想着配一个 现在我就自己弄吧 加油 该说不说的老爷子被我培养成 脱化小王子了啊 拆装的老厉害了 beautiful 好咱们再次出发 这是第二辆 把车送往我爸的那个公司停车场 很多朋友私信我说 阿林 东北啊 墨河也好 天气太寒冷了 不适合人类居住啊 其实东北从 很早很早之前就孕育着 不错的文明和历史 地大卧卜 但这些年东北人口流失确实严重了 除了 经济搞活 大家自由了 想去哪住就哪住啊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边的经济开始 比较萧条 其实还有很多种原因啊 作为一个东北人阿林都不应该说啊 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黑土地啊 但是坊间流传一句话叫投资不入山海关啊 其实是这么回事你吸吸品 具体呢就不方便这里说了啊 反正就是好难 但是我仍然热爱我这个家乡 看吧 这两年 疫情闹的 确实是口袋也空空的 没什么钱 老铁还让我说把这些房车的卖掉 会贬值 其实我最不喜欢卖东西了 因为 这些东西跟着我都很有感情 讲了有一天 疫情过去了 咱们 随时可以恢复生长 如果你都卖了的话 你再去买的话就好难 确实是 创业容易手 创业容易手业难啊 孩子还小 今年刚出生 我想着 总怎么好好赚几年钱 等他 如果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去南方 找一个 四季如春的城市 买一套房 让我爸妈 他们去那边陪孩子 去度过一个 舒服服服的晚年吧 我爸还说他不舍得离开默河 确实是任何人对家乡都有感情 要不是没办法 谁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啊 走 屁股那山海关 全都是照本山 就算斗里没带肠 也不用把心担 这里男人像团伙 这里女人不好惹 你能看完二人转 再把那小球干 再把那小球干 他生了黑土地 泪水就断了线 无论你能走多远 也逃不过思念 小家人在心结 老朋友在身边 这个世界什么都在变 可你还是没想念 这个世界什么都在变 你再还是没想念 第二辆已放完了 咱们第三辆 走起 2011年 从学校门出来 到三峡水电站 去工作 然后辗转各地 一个人在南方 其实 我是能充分理解南北文化的差异 你们细想想 如果是说 当时零几年毕业的时候 谁不想回家这边来工作 这种种原因 就不方便明说 一个人扛了小包 去上大学 大学毕业了也曾经回长春 去努力立足 想找个工作 因为长春哈尔滨 沈阳都是我们东北的脚大城市也省会啊 没想着离开东北 但是想从墨河再往上个城市卖一步 到长春也是我 在长春很多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一上班要么就是卖房子要么就是卖保险 东北的就业岗位都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东北的朋友们学生也知道你要想上班的话得另辟西净才华往后哨一哨 我就上南方去闯了还行 我现在的医生本领包括我跟人处事这些东西都离不开我在南方那几年的历练 我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把南北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个人 然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家乡 那时候不是生病了吗 一生完病 保命要紧啊 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我这是最重要的生死之外都是小事 后来为什么又没回去上班呢 上班有病的人打个单位卡要你我曾经也尝试过去上班 到一个企业企业劳动第一件事就是上班可以 讲了有一天你的病复发了不要讹诈我 我这种我的尊严基本上落了一地 没办法上班所以就自己创业了 超越这十几年到现在也是没什么大存款攒了一些破烂 但也不后悔啊创业能体会的东西 打工是体会不到的 但这创业的艰辛在东北极难呢 极其难 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现在 有的时候现在看的挺开 能走到今天呢 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 其实不用抱怨 同样的环境中生活着不一样的人生 这有所谓的层次吧 但是无论生活在什么层次必须有格局 男人当自强 解决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次我是下定决心 要离开东北 真的 真那么好烦 努力赚钱 攒钱 好了本期视频就说这么多吧 不算是负能量啊 把你们当朋友了 不把我当朋友你们也不会跟我开玩笑 还私信我说 40开外了还自成小伙 没有40啊我才38 38就是小伙 60岁我也是小伙 不把自己当人的人 不是网为人吗 永远年轻 永远oligay 好了喜欢的点赞转发加评论 想打赏的可以打赏 拜拜 下期见 现在把三辆车都安置好了 但你看看我怕工作的环境 我爸年轻的时候 挺厉害的 还当过 木制别墅的工程师呢 全国好多地方都是他 带罪件的 现在年纪大了 手指头也受伤 掉了一根 然后呢 为了我 赚点榴花钱 在这做那个门内 这是我爸的工作环境 晚上就睡衬 然后他现在烧炉子了 天冷了 你一会儿回去吃饭吧 我不想吃 你不饿 要不就回吃点 那我回去了 爸啊 你多烧点啊 这样冒烟的就 我现在一点不动 来吧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